各位同學 各位朋友 大家好 我和廖教授和張教授有些不同 他帶來很多答案 講給大家聽 講一些風俗 其實我今天帶來的就是 我都是不了解 我們都是不認識 但是我就帶來一個比較特別的課題 這個課題直到今天 雖然我們都嘗試 但是我們對於這一段華人的歷史 華人的一段風俗史 其實我們仍然有很多很多的問題 我這個題目既然講到 我在教授之前 和張教授有機會坐在旁邊 我說這個課題很深的 我只有半個小時 不知道怎麼說 張教授教了我 他說 你找一件事 突然間他們沒有睡覺 我希望可以 他說突然間沒有睡覺 你講完那個故事 你就作個結案就可以了 看看我今天成不成功 我首先看看大家 我現在想選一件事 給大家看 你不知道它是甚麼 我們先看第一張 你又想 哇 這是甚麼 管藏這些東西 管藏這些爛紙 我就告訴大家 這兩張紙張 無樣的東西 就是在文物館裏面放了一段時間 用牛油紙包著 一直包著 又是2003年 到3至1年 我以前在總部裡 我是政務總主任 雖然我是管文物館 但是很少機會 不是經常有機會去文物館做事 我就說 糟了 這一堆這樣的紙 一直擺放 擺放 擺放到何時 我就有一點感覺 它好像召喚我 我覺得好像這樣 那不是多好畫 於是我就打開它來看 現在看看大家 看看是甚麼 那它是甚麼來的呢 它是一些信 那封信 貼了到一張底紙 其實它是甚麼呢 原來 我們再看 它就是各個地方 海外 很多地方 不同的地方 寫回來給東華醫院的信 就說 跟東華醫院講 就是我們所有的骨 就麻煩你們幫我們 就把我們運回家鄉 就是這樣的 我因為這些信沒有標點 我們對於世界各地的事情 對於風俗不是那麼清楚 我只看到這些信 我相信它們一定很重要 它裏面提到的 必然有一件事 我現在講的是東華醫樁 或者有些朋友去過東華醫樁 有很多都沒有 我現在跟大家看看東華醫樁是怎樣 這個是東華醫樁 東華醫樁現在在大口環道9號 它是成立189號裡面 其實我們在中國社會 都有很多這些所謂異樁 就是用來擺一些死者的地方 在香港當時在東華醫樁成立之後 我們很早期的檔案裡面都看到有些異樁的規條 所以應該很早就是異樁是甚麼地方 就是暫時擺放一些屍體 或者一些棺木的地方 然後他們應該要入土雲湖 在我們早期已經看到我們的異樁規條 所以我們相信很早期 我們就要有這種異樁的服務 如果據我們的資料顯示 最少在1875年文武廟 就將他們經辦的異樁 就交給東華去管理 但是很可惜 我們除了看到很多規條之外 我們亦都不是在早期來說 我們也不是看到很多其他的資料 但是我們就在後來 我們就看到在1899年 東華開始有一些紀錄 就說到因為異樁不夠用 於是和政府申請了一塊地 於是就給了整個異樁 那這個異樁呢 今天我們有些人打考察 我們都會去 那現在這個異樁呢 這個就叫做證明 那我們甚至今天 可能這個不是應該叫證明 因為異樁呢 其實它在口滑道 它應該是背山變海 後來那麼差 既然很多軍籍都是由海道運上去 所以我們甚至猜 其實應該是現在我們認為 後門的地方 即是近海的地方 應該才是正門 不過這個也有待我們再考察 這個就是東華異樁 那你下一張看 就是現在我們所謂的後門 但其實以前的異樁環圍是非常之大 所以其實應該當時是由那些軍籍 就是由水路一路運上去 所以我們將來有機會的話 我們都會再繼續考察 異樁周圍的範圍 究竟是推敲呢 在當時整個運作究竟是怎樣 然後這個就是異樁現在的面貌 異樁由我剛才說 1899年成立之後 它就是有一個很重要的任務 亦都是一個說法 它就是叫死人酒店 那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一個暫時存放棍木 或者那些軍籍的地方 然後就有待它最終應該有個歸宿 那麼異樁的範圍是非常之廣 那我講到異樁呢 我剛才講到張教授說 我找一件事出來 由那個故事開始 因為這個課題很大 那我就由這一張檔案開始 那大家看看這張檔案是何時 那張檔案是1934年 那在東華的資料裏 大概那些資料就是 這些信由1929至1966 有幾千封 那這一封是哪裏寫來的呢 大家看看就是金山寫來的 金山是合和總會館 下面簽的合和會館是主席 那就是兼廣福堂 那這些廣福堂這些在海學 或者一些同學 我們想都沒有想過 在很久很久以前 有些事當打拼金山或者是征朝 開始地圖親戚的那些地方 那華人在1934年的時候 那些分裂都很艱苦 那在1848年呢 加州就發現了金礦 那所以第一批人呢 就是1849年台山 去到加州 那他們就準備想要金礦 那但是呢 骨金礦就沒得挖了 挖不成了 於是他們就流落到加州 其他中國 在美國很多地方 於是就在加州來講 他們又幫忙種田 又做割頭 還有做了很多果園 那我們現在聽這封信 他在說什麼呢 我現在說就是 我們就試一下 其實我就看到這封信 就跟著下來 去看看我們這一種的公眾 我們看一下這一句說什麼呢 他在說寫給東華醫院 他就說一隻船 這隻叫總統船 他想要怎樣呢 他就是先有遺骸多少呢 474 474巨有80箱的遺骸 他就叫東華怎樣做呢 他叫東華就是其中21箱 麻煩你交去台山滴海 弘濟醫院 然後另外有59箱 麻煩你交去百合虛的線塘 我們現在就試一下 各位同學可能不了解 你到東華醫院 在東華醫院做些什麼呢 其實呢 要說回這個故事 就是說 譬如你去到現在三藩市 他們這一幫海外的華人 他們無論是 願意也好 不願意也好 簽了契約也好 去到三藩市 他們就去到自己的會館那裏報道了 他們去到自己的會館報道 我幾年前去到三藩市 我也有去過那些叫省仔館 去到這些地方報道 接著他們就要交幾元 就放下 如果老來他們可以的話 他們的會館就幫他們買些船票 就回鄉 要不然他們就用來做他們的 入土環安 或者安排他們死後的事情 我們去到三藩市 其實以我去三藩市 因為我就想了 不如我就從一個起運地 就是三藩市這一個地方 因為它在金山這個合和會館 另外我們有一幫人 我們在座都有些義工的朋友 跟我們一起 就不如去到這個開屏的地方 我們究竟看一下一個運出的 一個收買這些骨的 究竟是什麼地方呢 中國人去到二三藩市為例 去做事 早在在1849年 因為我們都去過最早的會館的時候 他們到死後 他們就會將他們的骨 混回 他們其實為何又要有些骨回鄉 這個當然就跟我們 或者張曙惠教授更加會了解 可以教檢我們 就是說其實中國人他們最重要 就是回到故土 剛才教授講到人和故土的關係 人我就一定要回到我那個土地 熟悉的土地 我才能夠跟我的親人在一起 還有可能是關乎於拜祭 關乎於我會保佑我的家人 就是這麼多種的概念 所以人和故土有這種關係 於是他們當他們生 他們不能夠回去鄉下 他們就希望死後就要回鄉下 但是也有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他們為什麼沒有辦法不回鄉下 也有一個就是因為排華法案 就是中國人去到外地 就差不多拿了些東西做了 做了很多工種 於是當地的人 就對於華人差不多侵入他們的工作 的範圍都非常的排斥 於是在1882年開始 其實美國就開始開始排華法案 事實上中國人在那邊 就不會有狀地了 沒有正式的狀地 所以他們給一些很差的地方 你暫時擺一把狀 大約人的血肉 皮肉 在七年十年之間 土地裡面就會化了 於是就有些骨 於是就必定要有個第二次狀 就是你要檢拾那些骨 然後你就要把這些骨 放進一個箱裡 那些骨就要拿去匯館 匯館很大工程 匯館就再擺上船 寫了好信給東話 於是就把這些骨 就運回來東話義莊 東話是做些什麼呢 東話就跟那些長生碟合作 那些長生碟就僱用那些蝦狗艇 於是就去大海 那些船泊到一個地方 就去上面運到那些骨 回來東話義莊 由東話義莊再跟內地聯絡 然後就把這些骨 再運到內地 我這樣跟大家說 我們都要說到 其實中國人對於這種堅持 以及這種民族 即是我們要入土環邦 即是我們要落葉歸根 這個概念是一個很強的概念 促使到 我們無論在哪個地方 我們都要做到這件事 如果我們做不到 我們就對我們的先人住了 我想說 我們又想想 我今天就不是來賣告白 我們是想想 能夠有一個機構 它會做一件這樣的事 來做幾十年 即是我們相信 由十九世紀尾 二至二十世紀中期 直到日本 打到廣州大亞灣 直到新中國成人 再准有這樣的骨魂 一直都是在做這件事 我們就看看 我們一直在想 其實這種精神 其實是一種大愛的精神 因為如果我們去施語 或者做一些好事 都會有些人會多謝你 但其實你做這件事 都沒有人起來多謝你 所以你可以想 我自己的想像出來 我就在想 一種堅持 你為別人做這件最後的安慰給他 必然都是一件 或者很引以為獄的一個 今天聽說核心發生 一件很重要 對於我們來說 經年累月 早年這樣 是說幾十年 不是一次 是很多很多次 很多很多鬼 我剛才說 我跟香港電台拍攝華工流山 我跟部分也做了一些義工 我們去過三藩市 我們一開始 其實我們去過三藩市 現在我這麼多次 我們就去到 剛才在信裡提到的碼頭 我們也跟伯伯做過一些厚純歷史 我們就找到這些 即是當時的骨 由奈何一直想開屏的碼頭的地方 剛才那個是百合 現在這個就是風彩中學 其實在我們的檔案資料裡 開屏有一些就是風彩堂 都是其中一個骨直收窄的地方 或者我現在就說一下 我們現在做些甚麼 我們現在都很希望 很希望能夠將這個風軸 即是我們中國人 怎樣去達成這個原籍安葬 或者樂業歸根這個想法 我們就嘗試去開始去理解這段歷史 因為這段歷史 是有很多不解令人不解的地方 好像最近 大家知不知道 海豬貨物館 就是Maritime Museum 在2013年春季 他們就會開幕 他們在百合碼頭 他們的館長寫給我 他想問我原籍安葬 海事方面的網絡是怎樣 我就告訴他們 我一個問題都答不到 如果你們的海事專家 最好我就在我的檔案資料裡 就給你一些輪船的文件 和你一起研究 當時香港的三環線 是兩個月的時間 究竟在這麼長的日子裡 整個航運是怎樣的呢 航運是怎樣促使到 當然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就是東華三院的董事局 就是很多商人 他們在環球有很多網絡 其實這裏 還有很多經濟市 和航運市 因為牽連到 其實我們是很多很多地方 即是明州 澳洲 古巴 巴西 其實真是多到不得了 其實牽連到很多錢銀 即是寄一些錢又怎樣 還有很多這些 關於經濟上的活動 其實我們都要去探索 我們其實如果在座有些是老師 或者同學有機會 我歡迎你約我們 我們到時再給大家看 就是有一批資料 整批資料二萬頁左右 我剛才說到 我想有一個問題 我們都很想探究 就是我們這裡有很多 出入莊的記錄 海外的華人 因為他們沒有這些資料 其實都很希望有一天 能夠開放 然後他們都會用他們的族土 來去追溯一下 他們再早幾代 其實他們怎樣的地國 或者在其他地方 信有大約二、三千張 我們看看那些檔案有很多類型 它有出入莊的保證書 有些外埠官骨的提單 有些喜魂的證件 還有很多大家往來的安排信件 我們剛才看到大家的這麼漂亮的建築物 都不像百多年 就是因為 當我們在1999年的異章 就一百年了 所以我們由當時開始 就策動一個大規模的修復工程 這個工程 2003、2004年完成 其實東話用了一千多萬 在今天大家覺得 我們很保育、很重視 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我們東話的人 不知為何不同的時代 都竟然保留著這個儀裝 這個建築物和大量的資料 相信一定是冥冥之中 我們都會有招一天 我們都會把整個故事還原出來 讓大家可以知道 其實海外 在當時中國人是怎樣 海外生活 是令我們很刻骨銘心的原因 我們剛才說 完成了那個經程 令我們促使我們去發掘這件事 就是因為在2005年 我們就得了兩個大獎 義莊就得了一個本地的 古物古籍辦事處和聯合國教 科文組織的文物修復大獎 所以這幾年大家有聽過 是多了很多人 我們會去義莊那裏 看看他的修復工作 我們也是很特別 在2003年 我們《球星科輝》資料 有一位義工朋友 突然看到這些資料 於是他用了四年的時間 用了自己的相機 用了自己的電腦 幫助我們 剛才看到很漂亮的檔案 就是這樣由一個人拍攝 變成今天數碼化了這些檔案 我們今天就有條件 可以在電腦裡想一想 去發掘一下 究竟我們將這些檔案 究竟我們將會 究竟我們可以做些甚麼呢 用了四年 現在就在十三正光碟裡面 剛才說我們得到一個大獎 其實在2006年 我們和匡大學 當時亞洲研究中心 出版了一本書 就在三元 一本叫《益善行道書》 其中有一頁就講到這個 有一章就講到原籍幫助 在今天 或者你們都和我大過的時候 其實在海外的華人都不斷吹逼我 希望我可以將那些資料提起上網 他們去研究一下他們的歷史 他們反而覺得這個是他們的歷史 如果有朝一日 我們能夠放到一個網上資料庫 由他們自己去發掘他們的歷史 這個都是既功德無量 但在做這個之前 我們有很多預備功夫 我們要做到一些目錄 我們要做到一些搜尋系統 如果不然的話 都會很難去達到大家的期望 這些都是我們現在在努力 去尋求看看中國人 和故土的關係的一段故事 這些資料 我現在覺得大家可以再看一下 在2008年 忽然台參考了令雲憲 拍了這一套 其實他們當時出版了 他們在電視上播放了一個 叫做《香港歷史》系列 其中兩集都跟東話有關 一集叫做《華雙月善下》 又是很有趣的 他來找我拍《華雙月善下》 結果感動了他 他拍了一集《華雙月善下》 《華雙月善下》 那一年我們去了《華雙月善下》 我們去了《華雙月善下》 我們去了《華雙月善下》 去了《華雙月善下》 去了《華雙月善下》 很艱難去尋求這段故事的脈絡 《香港歷史》系列 在《華雙月善下》 有一天同學或老師可以去找到這一集去看 這一集我們都用了很多人力物力去製作這個節目 我這裡跟大家分享幾張檔案 剛才我為何會跟大家說 我們由一樣東西去找 我之前在《華雙月善下》 《華雙月善下》 不過我去年11月再去 他又過了身 我才發現 我都沒辦法追都追不及那些歷史 但很好 他竟然在2008年 我去第一次《華雙月善下》 他給了一些綁複唐的檔案 我想廖教授和張教授 看了這些 他更加能夠說得多 我們大家看看 我們看看當時的人 覺得如果你做孤魂野鬼 多種慘法 剛才我想 大家的小朋友 海狀也好 林花也好 種花也好 骨也好 骨也有什麼所謂 但你看看當時就不是這樣 我們看看 如果能夠撕陰於染骨 即是說 幫人家不要那些骨 暴露於這樣的空氣 就是一件莫大的陰慰 我們看看中國人這種關系 這個講的第三項 他講到我們異性亦如兄弟 然後講到即命平中偶合 天涯可作 去到外地 我們就是要這樣 中國人大家怎麼可以互相幫助 最終我們講到 我們的骨也要回去故土 永安又還 就是這樣 其實這個文獻 是這個廣福堂 即剛才那張檔案 這個廣福堂的精神作的文章 就是爭吹陽舞 期間就彈彈彈彈 因為當時其實只不過是 大家要去謀生 那第二頁就看到東華義莊 我們的資料 剛才我講 我們的資料也有講 但這個就是由一個 在廣福堂來看東華義莊 在第二頁也看到 這些固有的遺憾 就回去東華義莊 還坐以葬費 就是有些葬費給他們 然後跟著我們 其實那些葬了回到廣義莊 有些是當地本在香港領回 有些我們就運回去家鄉 其實我們 問題是三種 其實我們現在嘗試 不只是由東華去看這件事 我們從外面都運回一些資料 去看這個運作 我們再看看 最終我們就說到 如果你做到這件事 親戚仇徒 就是說原來 我們作為這個機構 或者作為他們 他們不只是 在資料裏面顯示 不只是你去運 你運了之後就好了 為什麼他們現在 其實這個什麼文章呢 他們就說 都有一些回到鄉下之後 一經過了時月 又找不回那個家 即是回到去 本來都已經找到那個會館了 但是那個會館又找不回那個人 於是他們現在欣庭開庭 他們就是想做一個義莊 和他們做一個義寵 那就是沒有人命的 都擺好它 我想我們現代 尤其是這麼小的同學 不會想像到究竟是為什麼 不過我們經常都去探索 那些義寵或者什麼時候 我們就會嘗試去理解 即是有一天我們去理解一下 究竟整個路線究竟是怎麼做 我們其實幾年前 我們就和香港中文大學合作 這本書是三年會買到 如果你來我們中華三文物館 在廣華醫院裏面 有八折可能不是你買書 不過如果你們對我剛才說的 有些興趣 就請你去買這本書 葉教授我們和香港中文大學的團隊 都用了很多精神時間 他們用了很多精神 幫我們一起去採納 去選輯了很多精神的檔案 對這個故事是會有一個 大家會多些理解 這本書就是講到 香港作為一個環球磁線網絡的中心點 我們是有一個新的契機 剛才我說海視博物館 他們明年春節開放的時候 就想將這個原石安壯的 關於海視的故事有一個章節 另一方面 歷史博物館的總管長 跟我說 可能快就會再革新香港故事 他們在革新香港故事展覽的時候 就覺得沒有這段華人的歷史就不齊了 所以我們現在都會盡力去找多些資料 來把它放回香港故事 這個故事就是我們香港故事 而我們就實實在在地 扶起著華人最後的位值的一件事 這套是甚麼都是DVD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兩年前有一套非常票房低的電影 票房很低 不過當時《兩岸三地》 是影評人選為第一大片的一套電影 叫做《東風破》 它在義莊取景 這套電影又是沒得賣的 又是文物館有得賣的 我有一個朋友在加拿大 他說他看了五次 他就笑我 他真的不明白 他看五次也不明白 或者他到處都有這些 想看 大家的同學悶悶地看 你會覺得很有趣 因為這套電影是說華人去花香的故事 這套電影我們當時慶祝140周年 我自己想了 有一天有個朋友說 陶姐好看 昨天有個校長跟我說 其實陶姐都是賣葉德恒和劉德華 如果這套電影的明星好一點 一定能推銷過她 我說就是了 但是這樣 這套電影剛剛在澳洲一個電影節 Teddy Robert和觀音娜 拿到最佳男女主角 但你想想一下 這套電影其實是兩年前的 是很小的 我認著我們今天 我們都是 或者好像張范上說 其實我們都是在說生活 對不對 我們現在的生活是怎樣 從前的人的生活是怎樣 如果我們能夠可以 想回我們不同時代的生活 或者我們今天就會珍惜我們今天的所有 當然如果能夠可以把這些故事化為一種智慧 令到我們永遠都會留在這裏 作為一種教育的資源 那就更加大問題 我們去過這裏 我們找過一些疑寵 事實上現在很多在內地的疑寵都打倒了 起了樓了 但我們就的確去找了疑寵 左邊這個就是義莊 1960年代的骨 多到很重要 這段時間 很多美國政府都有人寫來 問我們 那時候的骨是怎樣的 其實講完故事的結尾 就是到1960年代 那些骨多到很重要 8千多副骨停留在義莊 沒有辦法去運 沒有辦法 因為49年後就完全禁止了 有些人有些骨 就由三、四十年代等到六年代 結果東華就買了一次告白 但是領人都比較少 於是大規模地把這一批大規模的骨 運去移鑽去無合石 就開了一個儀莊 這個就是東華三月 當然很多人都沒有辦法回去上客鄉 不過都是沒有辦法之中 都是唯有在香港放進去 就是這樣 剛才我說了 我們要做些甚麼呢 我們向前看 我們現在就把這些資料 做資料登記 最終希望做目錄 希望將來可以成立一個網上資料庫 希望我們將這段歷史記錄下來 以及可以為世界華人 他們為何會在那裏 我們作一個 給他們一些證據 差不多了 祝福十三 他跟我說 最終最後就說一個訊息就可以了 最終最後一個訊息 我就說 我自己覺得 在今天我們如果要去了解香港 我覺得這些資料是非常珍貴的 還有很特別的 所以這批資料其實都是牽連著 我們世界華人的那個流動 有機會的話 最後我就呼籲到老師和同學 有機會的話就可以一起來 你約定我們 我們就會再和你在文物館裡面 看這批資料 但你不要自己一個人來 就說要上去 因為平日我們這些資料就不開放 當然有朝一日 我們都希望這些資料就在網上開放給大家 好嗎 多謝大家 謝謝大家